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如果有一些有关注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的观众们 应该都知道我在上星期四 Post了一张照片就是这一张 然后我在这一个照片上面 我那时候就不懂什么想法 我就不断就想要跟你们更加close一点 就是可以就想要跟你们距离更近一点 就是这样的想法 然后我就叫你们来留言我的照片 然后我就会每一个留言都去reply你们 去跟你们reply你们去跟你们聊天 就尽量做到去认识你们每一个人 虽然讲我不能完全记完你们的名字 虽然讲他们一直在旁边笑 啥子 一直在旁边笑 还有这小鸣 不然他笑我鬼 所以刚才我就突然间有一个想法 我就想要把我这一个星期内 回复完你们信息的那个过程 想要记录下这一个时刻 然后我就决定要拍这一个影片了 虽然讲今天已经是星期一 上个星期是Post的照片 然后我这一个星期一才拍这一个影片 因为突然间就有这样的想法 虽然讲之前三天 拜五拜六礼拜 那三天我每一天都有在恢复 虽然讲那三天我没有记录下来 我希望可以在这个星期内 把所有的comment都reply完 但是我觉得我会死掉啦 so在Facebook这边有1400多条comment 然后在Instagram有700多条 再加上Instagram的inbox里面的每一个私讯 我大概大概这样加起来应该总共有三千个留言 我觉得我低不过你们的热情 你们真的 你们真的是太多太多Message了 我一个人应该不大可能回复到完三千个留言 但是我会在这几天内尽量 尽量的把每一个留言都回复到完 尽量的把每一个留言都回复到完 现在就到家了 然后before我去冲凉 我现在来回多几封留言先 我才去冲凉 现在的时间已经是2点21分 所以我现在就先去冲凉 然后接下来继续回复你们的留言 冲凉了 所以我们继续吧 我现在终于把Instagram的那张照片下面的全部留言都reply完了 然后这一边回复到完总共有797条留言 现在的时间已经4点06分 然后我明天起来才继续回复Facebook那边的留言 过后Facebook回复完过后我就要回复 Instagram的inbox的那些每一条private message 明天见晚安 现在已经是另外一天了 但是现在的时间已经是晚上 8点49分 为什么我今天下午都没有拍到东西呢 原因是因为我今天下午要赶着出去忙一些其他东西 结果我出门的时候我才发现已经忘记把相机带出去了 所以下午我reply的那些画面就没有拍到 我现在就要跟朋友他们出去吃晚餐啦 所以我就等一下去吃晚餐的时候 再继续reply你们的comment啦 结果我冰了 柯柯 嗨 我冰了 我在星期一的时候拍这个影片 所以我就星期一的时候开始记录我回复你们的过程 回复你们留言的过程 那你知道我只拍了星期一跟星期二的 为什么星期三跟今天星期四的我没有拍到呢 原因是因为我在星期三的时候我就已经又在开始生病了 可能是一直每天在熬夜的关系 然后在昨天星期三的时候又在生病 这一次比上个星期更加严重 然后用了大概五天半的时间 我终于把Instagram那张照片底下的留言全部都回完了 然后Facebook那边的我大概回了 应该有一半吧 其他的我原本是打算要继续回下去 但是因为突然间生病了 所以就暂时休息一下 总之以后的影片 不管是影片还是照片还是什么帖子之类的 只要你们会留言 我都一定会回复 但是我不能够确保每一个都能够回复 但是我会尽我的能力去回复到完你们每一个的留言 有些时候如果留言真的太多 我真的不能够一一去回复的话 请大家多多包涵 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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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现在这个时间点 3点47分 发着烧 伤着风 还在这边拍影片给啥子知道的话 还一定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你可以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和赖我的Facebook page 阿圆 Ivan Lee 以关注我更多的生活动态 如果你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话 那你就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吧 订阅我啦 Subscribe我啦 下面 那个红色的Button 红色SubscribeButton Louis 点下去 你以后的留言 我一定会reply你的 点下去 好啦 拜拜 我们 下期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见 不仅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